天气开始慢慢的炎热了 今天我们来做冰淇淋吃 做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准备两个鸡蛋 将蛋黄和蛋清分离 蛋清不用 只要蛋黄 将分离出来的蛋黄 倒入到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50g的白糖 加入白醋挤滴 用打蛋器搅打一下 搅拌大概一分钟的样子 搅打至蛋黄 颜色变浅 奶锅中加入65g的牛奶 用最小火 煮至牛奶表面冒泡泡 煤开 然后边倒边搅 倒进蛋黄里面 倒的时候一定要缓缓的倒 一定要搅拌 要不然会冲出一碗的蛋花 之后再将它们倒回进奶锅里面 再往里面加入1g的食盐 用最小火 边搅拌 煮至微开 便凝固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放入碗中 给它放凉备用 再准备250g的淡奶油 用打蛋器打发 打至9分发 提起打蛋器能够带出 挺腻的小尖 蛋盆里面的纹路非常的深 这样就可以了 再将淡奶油放进蛋黄里面 准备一把果干 我用的蔓越莓干 用剪刀给它剪碎一点 将蔓越莓干 加进去 留下一点点 给它拌匀 拌匀之后 是非常光滑细腻的 然后倒进一个有盖子的碗里 再将剩下的果干 给撒进去 摊平 表面有一点果干 会更加的好看 你如果搭放的话 也可以多加一点 然后再盖上 放冰箱冷冻 最少4个小时 4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能尝到 香甜美味的冰淇淋了 入口爽滑 没有一点冰渣 也尝不到一点点 鸡蛋的腥味 只有浓浓的香甜 萦绕在舌尖 做法这么的简单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 拜拜